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海洋老师今天全新的节目给你们了 早安你好 我们要改成早安健康动起来 好不好 跟我一起动起来 因为我想做了六年的节目形态 应该要改变一下了 也感谢大家长期对我的支持 我除了给大家一些 让你更健康的一些东西以外 我还要教大家怎么样更健康 虽然有时候也偶尔要去看个小医生 但是已经没有大碍 如果你觉得你开始有健康上的问题 疑郁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办起可以让你健康的老师 来跟你好好谈一谈 你们也可以留言给我 好吧 当然我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帮忙按赞分享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要没按订阅的朋友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以外的 请按他们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谢谢你们 好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呢 海洋老师的早安健康动起来 来全新的画面给大家了 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来接下来高丽菜 为什么要高丽菜 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高丽菜 不 我现在先讲 我现在给大家一星期的排毒计划 因为人有湿气 尤其台湾非常潮湿 我们回到首页好不好 很多潮湿的身体健康不好 尤其你的手背腋下 或者腰这个地方 然后大腿内侧大腿外侧 全身都觉得好像不太舒服 肩膀 肩胛骨 对不对 我们那个肩膀这个地方 肩膀这个后面 后背很热很燥热 然后压力很大就会痠痛 到时候睡睡又绕疹 那就麻烦 我们现在来讲 一星期的排毒计划 第一个可以消肿除湿除皱 然后可以疏压 又可以抗忧又可以减肥 哇很重要吧 我现在开始要用量腰围给大家看 你们知道减肥其实非常重要 你知道健康的身体不是要胖 但你说胖的身体也会很健康 没有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很胖的身体 会很健康 我的朋友都超乎想象那个重量 六十出头而已啊 年龄跟我差不多啊 但是他们的体积都非常庞大 我有时候想一想 体积这么庞大你难道没有病吗 结果有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 其实老师我有癌症 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 癌症呢 而且呢 他的那个饮食习惯非常不好 这饮食习惯不好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什么 产生这个臃肿 然后看起来老态 走路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大家在走路的时候 那个脚啊 你知道吗 很多人要住着拐杖的 很多人呢 根本走媒体步路就这样 气喘如牛啦 太胖嘛 没有办法走太快 另外的话呢 他根本也懒得运动 你说懒人运动法 我们再教大家懒人运动法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变得更好一点 好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厨师这个事情很重要 消肿很重要 好 那你们怎么知道 怎么样厨师吗 来 夏天就这个六种 千万不要洗澡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 你满身大汗的时候不能洗澡 知道吗 为什么呢 可以少量的水在身体上擦拭 就是用毛巾擦拭我们的身体 沾点水来擦拭身体 等身体受了这个温度以后再洗 这样了解吗 因为呢 夏天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感到 因为人感到呢 这个整个脸部发热的时候呢 容易呢 就是严重的 更可能导致急性心肌梗塞 你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身上散热的渠道 要小心 它不能毒死了 因为汗线在排汗的时候呢 它那个汗线的分泌 你一下子呢 这个毛孔 我们汗毛孔呢 随即就会关闭哦 所以呢 人在出汗的时候 皮下的血管会扩张 然后呢 毛孔会放大 血液的回流呢 会加快 如果这个时候突然用冷水来洗澡的话呢 皮下血管会立即收缩 汗毛孔呢 随即关闭 这是最要命的 第二个呢 是喝酒以后 我告诉各位很多人在晚上啊 去唱卡拉OK来喝酒 然后跟朋友聚会啦 对不对 啊 翻天洗地了啦 喝来干一杯干一杯 又干了一杯干了十杯啦 不是一杯啦 干了二十杯啦 酒精会抑制肝脏功能的活动 肝脏功能会不好 阻碍呢 糖源的释放 而洗澡的时候 人体内的葡萄糖消耗会增多 酒后洗澡呢 血糖得不到及时的补充 容易发生 头晕眼花 全身无力 严重时还可能发生 滴血糖昏迷 来 我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很多人是说 哎呦 喝两杯酒有什么关系 不要你 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洗澡 回家立刻洗澡是一定会致命 我一个朋友呢 他是营建公司的大老板 有上市公司 那自己有建筑公司 那他经常呢 每天呢 都很多应酬 年轻应酬到老 那其实呢 他是属老鼠的 没有很大年龄 我有两个朋友都是这样 爱喝酒 我们拍卖公司的里面的 一个partner呢 就是也不叫partner 也是我的 应该说我们跟他有一些 拍卖的关系 就经常会有 拍卖场的一些活动 都有些关系 这两个人呢 嗜酒如命 结果呢 两个都挂了 这个呢 营建公司这个老板呢 他是因为每天喝很多酒 他有时候 三汤三汤 续摊 结果呢 有一天他就喝了酒 然后进浴室去洗澡 他就进浴室洗澡 结果昏倒在浴室 你知道吗 出来的时候急救已经来不及了 有一次是他跌伤 跌倒在浴室里面 因为他喝了酒 那前面那一次是跌倒 后面这一次呢 已经来不及久了 就这样子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那另外一个呢 那个拍卖公司的这个呢 拍卖场的这个 他也是嗜酒如命 他每个礼拜喔 拍卖完了以后 一定要好喝很多酒 然后他也豪满也好爽 那有时候我们呢 在他拍卖会上面呢 跟他talk他就说 哎呀人生活着就是要活得快乐 然后喝酒多久 就是喝酒喝酒 我发现他呢 爱喝不打紧 而且喝很多 而且要喝烈酒 除了这个以外呢 他呢其实 平常对待朋友都非常好 结果呢 有一天呢早上 他起床了 我跟他儿子也认识喔 所以呢那天早上呢 忽然间下午之后 我们接到一个二号 就是他走 所以一大早七点多起来的时候呢 他就跌坐在 跌倒在他的床铺旁边 那八点多的时候呢 他儿子去找他 通常他会去遛狗 早上会去遛狗 那可能前一天晚上喝酒喝太多了 然后呢他回家以后呢 就睡觉了 睡觉没有洗澡 但是他隔天早上起来就跌倒 跌倒以后呢就这样做 很快 比前面那个快 前面那个还有瘦锅伤 啊后面这个没有 啊所以你想想看喔 他们都是因为喝酒的关系 好 那饱餐以后呢 就算你吃很饱 全身皮表血管呢 被热水刺激的扩张呢 就容易呢 让你的血液呢 不好 血液流失 像流向皮表上面来 所以呢 腹腔呢血液供应相对会减少 会影响消化吸收 引起低血糖 甚至虚脱跟昏倒 有一次我就是这样子 我吃饱了以后呢 我自己本身发生事情 我就是去洗温泉 不是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有那个温泉会馆 我就进去洗温泉 他那个蒸汽浴啊 蒸汽浴我洗完澡以后 就去蒸汽浴 蒸汽浴以后你知道吗 我就昏倒在里面 出来的时候跌跤 头晕嘛 跌跤 我的右脚踝断掉 这样了解吗 打赤脚啊跌了 还好我讲句真的 还好就是 因为那个社区很多人进出 那也很多人进进出出 你兵部这边呢 都有些女人 就会进去做蒸汽浴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好不好 那劳动以后呢 你满身大汗了对不对 无论是体力劳动 还是脑力劳动都一样哦 要休息片刻再洗澡 像我回家 我绝对不会先洗澡 我很累啊 然后我就可能躺在沙发一下啦 或者坐在沙发看看电视啦 晚餐的话呢 就简单吃一下啦 不吃太多 因为呢 你会引起心脏脑部 攻血不足 所以呢 甚至发生崩倒的现象 那发烧的时候也不可以洗澡 所以呢 发烧呢 绝对不可以洗澡 血糖太低不可以洗澡 我年轻的时候很瘦 大概都48公斤到50公斤左右 我现在多了大概快10公斤 我告诉各位 我现在长胖了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有在一些做一些 简单的减疫的运动 我明天开始 我会教一些 减疫的运动给你们 可以减肥 可以抗U 可以输压 好不好 也不会让你呢 过得不开心 来 我们今天开始要讲什么呢 来 刚才看到呢 食材早安健康动起来 先从这里开始 来 高丽菜看到了没有 好 高丽菜做什么呢 高丽菜呢 它非常好 然后呢 我们要准备的食材很多 来 接下来 番茄 看到没有 这是我亲自做的 来 再来 洋葱 也是我亲自切的 然后再来呢 西洋参 我刚好呢 有买了那个西洋参 那不用这么多了 大概三颗就可以了 接下来 好 红萝卜 接下来 白萝卜 看到了没有 再来 芹菜 那天呢 我没有切到芹菜 芹菜是从网路上抓的 好 接下来 鸡蛋两个 大蒜两片 看到没有 好 接下来 苹果一个 切开来 姜片六片 老姜比嫩姜好 我们小编找的是嫩姜 我是希望用老姜 老姜会更好一点 将这些食材 全部放在一个锅子里面 一起煮 最后加上两颗蛋 把它打散了 我告诉各位 第一个不要加盐 不要加糖 里面的营养分是绝对够的 而且是低脂的食物 减肥餐来了 好 一次可以喝上一大碗 如果是在晚上吃 那么明天早上就不要吃 间隔时间最好呢 有十几个小时 最少十二个小时 十六个小时 十七八个小时都没关系 你这个时间拉长的话呢 你那个空腹 空腹它会修复我们的细胞 为什么 它不会把你的反式脂肪 以及那个 捏出来都是一团一团的肉 有没有 那个不是三盏喔 是油喔 是肥肉喔 FET 那个FET很多对不对 很讨厌 油这么多 然后肚子这么大 是不是 它会慢慢帮你消掉 而且会快速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胖的 油脂比较多的人 它很快三天五天 就把你那个肚子 缩了两圈 我告诉各位 你试试看 那你说要不要吃白米饭 我建议你吃糙米饭 吃一点点 好不好 如果真的要 面食绝对要拒绝 第一个不能吃面包 不能吃面条 不能吃 用面所做的东西 这样了解吗 那老师煎饼可不可以吃 吃小块没关系 不能吃太多 像我以前为什么胖起来 我说那个煎饼煎两块 然后我吃一大块 吓死了 早餐吃这么好 还加鸡蛋 然后放在煎饼里面煎 两颗鸡蛋 但这样是不对的做法 煎饼只能 后来我为了减重 减肥 我就只吃一半 没有 不能只吃一半 现在只能吃四分之一片 知道了没有 好 所以今天来教大家 这些东西 来接下来 这样放 这煮好的 看到没有 这是煮熟的 左边是瓦斯炉上面煮的 那这是已经煮好的 你就喝了 加豆腐 小编没有放豆腐 对不对 我有放豆腐 豆腐还在做吗 不对 芹菜还在从运输来 我因为那天没有放芹菜 但是我希望大家加豆腐 加豆腐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一定要加进去 还加豆腐 那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减肥神机就在这锅汤 挑战十天瘦五公斤 保证健康又没有调 瘦不了五公斤 那是非常烫的 才会瘦五公斤 没有大概瘦三公斤 五公斤有点夸张 两公斤到三公斤 真的保证你十天一定会瘦下来 我现在已经瘦了第四公斤 真的我脸尖了 对不对 所以我剪了个妹妹头 看到了没有 好全新的老师呢 给大家全新的画面 也给大家全新的食材 让你们在早上一大早 这一大早就可以做了 好不好 那么你今天就会活得很健康 明天更健康 后天会更健康 一个礼拜下来不得了 你就会减重三公斤左右了 好我们要把这些厨师啦 脂肪啦 这些还有你不能喝忌口 不可以吃太多的油炸的东西 油炸东西不能吃 还有呢很多的果汁不要喝 自己炸的果汁可以 太甜的水果不能在晚上吃少量 好不好 拔辣番茄很好 好不好 谢谢大家都 不要忘记了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小铃铛哦 喜欢吗 如果喜欢在我下方留言哦 谢谢你们帮我按赞一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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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